今天也是一直等到晚上 一直看到底會怎樣 我覺得一定收押 大家睡得好嗎 招來趙少康明明是要替凡罷免 讚瞎但基隆美食餐桌上 圍繞的議題都是柯文哲 謝國良卻沒再謠和題 他是一位健重的長輩 也是支持他 要來體力捍衛自己的青睞 說我們不會間斷 然來了也會繼續合作 我覺得就算沒有柯文哲 他們在立法院也可以形成一步 這個相當的力量 那是蠻重要的一個政黨 所以我覺得藍白還是要合 碰到阿伯出事了 代表國民黨選副總統的趙少康 只能酸同時落選人 自己卻沒歌唱 但沒多琢磨柯文哲空涉嫌圖利 畢竟國會還沒毒打 當中央也沒定調 這種當庭逮捕的做法 恐怕有隱含政治意味在裡頭 並且進一步塑造柯文哲 被捕的社會形象 執政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踏出家門 柯文哲炮口對準執政當局 尷尬的是 金華誠案率先檢舉的 就是國民黨議員 來因人人各有盤算 曾是檢察官的吳宗憲 選擇替檢方釐清 即便藍白河破局 來因不少人選擇吞下去 前秘書長給中顧 與其在挺不挺科之間 傷腦筋 百年大黨還是先收起算計 壯大自己 三種環境上我不覺得太飽到